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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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造成了麻烦 使会议被迫停开 就在这天夜里 部分代表来到陈都秀家中商议 王会晤出了个主意 不如转移到嘉兴南湖继续开会 这一天还发生了一件事 陈公伯在日记中记载 当天在他住的大东旅社 出了一起男女殉情的命案 我们从当年的报纸中 查到这起案件发生的时间 是7月30日 这就为确定一大的日程 找到一个依据 车站已不是当年的车站 火车也不是当年的火车 可路线还是当年的路线 王会晤回忆 他与董毕武陈滩秋等 乘火车先到嘉兴 李达和其他人随后乘另一趟火车赶到 马林和尼克尔斯基是外国人 招人耳目 畏惧嘉兴 陈公伯也没有去 而是携妻子去了杭州 至于他是因为新婚 还是受到惊吓 曾有过不同猜测 但这并不重要 革命路上的同路人 后来分道扬镳的 他不是第一个 也不是最后一个 嘉兴是座古城 秦朝时称游泉县 三国时期 吴国便在这里 舍嘉兴县 南湖是嘉兴的骄傲 小巧而雅致 分为东西两部分 犹如双鸟交警 因此又得名鸳鸯湖 王惠物租了一条 称作单夹弄的画坊 一大便在南湖上 继续举行 这种画坊 早在抗日战争时期 就绝迹了 这条工人参观的船 是五十年代仿造的 比寻找开会地点 更重要的是 寻找一大产生的文件 因为只有文字 才是历史可靠的依据 1956年 当时的苏共中央 向中国共产党 移交了早年 共产国际保留的 中共档案 整理这些档案时 找到了一大通过的 三个文件 那是俄文译本 次年 中央档案馆 将其译成中文 并于1959年 乘送董碧武 鉴别真伪 这些文件是可靠的 认为这些文件 是可靠的 在未发现中文文字 记载以前 这是比较可靠的材料 中美两国建交之后的 1979年 在太平洋彼岸 又有了新的发现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 教授韦慕婷 一位研究中国历史的学者 1960年 在大学图书馆 找到了一些 珍贵的历史资料 并将他们和自己的论文 一并成书发表 I'm showing you a copy of the book called 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 by Chen Gongbo production by me The book was written by Chen Gongbo in 1924 as his master's thesis He had attended the first and second Congres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But he came to to get higher education and about this essay that he wrote is that he had secured six documents from those early meeting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two of the documents we could verify because they appeared elsewhere 为慕婷教授指出的六份 英文版文件中的两份 正是一大通过的第一个纲领 和第一个决议 与前面提到的俄文本内容完全一样 岁月沧桑 环境险恶 中共一大这两个文件的中文本 今天已不知遗落何放 因此 俄英两个一本 也就成了一大 留给后人的 弥足珍贵的文献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 共有十五条 第一条 本党定名为中国共产党 第二条 党的纲领有四点 阐述了革命军队 无产阶级专政 消灭资本家私有制 联合第三国际等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 分为工人组织 宣传 工人学校 工会组织的研究机构 对现有政党的态度 和党与第三国际的联系等六个部分 党纲还包含属于党章性质的一些条文 关于党员条件 党纲规定 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 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 经党员一人介绍 均可接受为党员 但在入党前 必须同那些与我党纲领背道而驰的党派 和集团断绝一切联系 新党员入党后 唯一后部党员 接受党组织的考察 考察期满经党员讨论和党组织批准 才能转为正式党员 党纲规定 在全党建立统一的组织和严格的纪律 地方组织必须接受中央的监督和指导 同党纲规定的奋斗目标相适应 大会决定党要集中力量领导工人运动 首先是组织工会和教育工人 在大会通过的关于当前实际工作的决议中 规定党应采取独立的政策以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 不同其他党派建立任何相互关系 代表们都是有主见的知识分子 又多是意气风发的青年人 讨论起来一定十分热定 可惜当时不可能有录音 更不要说录像 今天我们只能从仅存的档案 当事人的回忆中去领略一大代表们的风采 这次大会讨论的时候 相当于差不多对每一个问题都有不同的意见 因为人们都不讲言清 所以说句话来都想争论 但是并不是像后来人们说出来 有什么做群友群 只是对不同的问题 大家有些不同的意见争论 所以我们今天来考虑一大开会的情况 我们应该根据当时的国际现实 国内现实 和当时参加会议这些人的一些具体情况 这样来了解 我们才能够知道当时开会的具体情况 而不能用以后的了解 安在当时的情况上去 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选举陈独秀 张国焘 李达 组成中央局 陈独秀 虽然未能出席会议 但鉴于 他是当时很有影响的社会主义宣传者 和党的创始人之一 大会仍选举他 担任中央局书记 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大会 是在反动统治的白色恐怖下秘密举行的 除了会场一度遭到帝国主义的暗叹和寻伯的骚扰外 在社会上并没有引起任何主义 好像什么事也没有发生 但是就在这时 一个新的革命火种 却已在沉沉黑夜的中国大地上点燃起来 中国共产党成立时 还只是一个仅拥有五十多人的小党 他满怀信心的以改造中国为己任 为根本改变中国各族人民被剥削 被压迫的状况 为实现共产主义的远大理想 开始了艰苦卓绝 不屈不挠的斗争历程 七大前 毛泽东在延安和代表们有一些谈话 面对集集一堂的党的骨干 他回忆了当年建党时的情况 一大本来是在上海开的 因为巡捕房要捉人 跑到浙江嘉兴南湖 是在水上开的 发了宣言没有 我不记得了 当时马克思主义有多少 世界上的事如何办 也还不甚寥寥 所谓代表 哪有同志们现在这样高明 懂得这样 懂得那样 什么经济 文化 党务 整风等等 一样也不晓得 当时我就是这样 其他人也差不多 正是这些所知还不甚寥寥的青年 却胸怀大致完成了一个重大历史使命 他们向世界宣告 从此有了中国共产党 七八十年 光阴荏苒 参加一大的十三个人 今天都已作故 十代骄子 风云际惠 他们曾相聚在此 却又走上不同的岛 有一个 巨人不同的命运 王晋某 1898年出生 1923年主持山东党组织工作 1925年1月 待病除夕四大 同年8月在青岛病逝 终年27岁 李汉俊 1890年出生 1924年 因与陈独秀 张国焘不和而脱党 但仍信仰马克思主义 1927年12月17日下午 在武汉 被贵系军阀逮捕 当晚九十 急遭枪杀 终年 37岁 邓恩明 1900年出生 水族 伊达代表中 唯一的少数民族 1928年 在济南因叛徒出卖被捕 两次越狱未过 1931年4月5日 英勇就义 终年 31岁 何淑恒 1876年出生 是参加一大 是参加一大年龄最大的代表 1934年10月 主力红军长征后 留在中央苏区 1935年2月 在福建长廷县水口乡 与敌人遭遇 在突围中牺牺牲 终年 58岁 陈谈秋 1896年出生 曾赴苏联参加共产国际工作 1939年回国后 任中共驻新疆代表和巴陆军新疆办事处负责人 1942年9月 被军阀盛世才逮捕 一年之后 被害于敌化 就是今天的乌鲁木齐 终年 47岁 陈公伯 1890年出生 1922年 因支持陈久明叛变 受留党查看处分 后托党 1923年 被开除党籍 1925年 加入国民党 抗日战争爆发后 堕落为汪伟政权第二号大罕奸 1945年 逃往日本 后被提借回国 关押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1946年6月 戒至苏州被处决 十年 56岁 周佛海 1897年出生 1924年 因反对广州革命政府 被开除党籍 随即参加国民党 成为蒋介石的御用力 李伦家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 任汪伟政府行政院副院长等职 堕落为第三号大罕奸 1946年 经公开审判 被判处无期徒刑 1948年 因心脏病 死于南京老虎桥监狱 十年 51岁 李达 1890年出生 1923年 因国共合作问题 与陈独秀发生旗舰 正式脱党 此后 在大学任教授期间 仍热心宣传马克思主义 见过前夕 毛泽东 致寒一封 武兄 系本公司发起人之一 现公司生意兴隆 往速前来参与经营 李达 挤来北京 成为第一届政协委员 1949年12月 由刘少奇介绍 重新加入中国共产党 1966年8月24日 在武汉逝世 中年76岁 东毕武 1886年出生 青年时加入同盟会 参加辛亥革命 在中央苏区 曾任马克思共产主义学校副校长 最高法院院长 长征到达山北后 曾代理过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 1945年 作为中国代表团成员 参加创建联合国的会议 建国后 曾任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 戴主席 1975年4月2日 在北京病逝 中年89岁 毛泽东 1893年出生 建党后 参加领导长沙 安元等地工人运动 和湖南农民运动 1927年9月 领导香港边界秋收起义 创建中国第一个革命根据地 和工农革命军 1931年后 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主席 1935年 在遵义会议上 确立了他在党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 从1943年3月起 一直担任中共中央主席 建国后至1959年 担任中央人民政府主席 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任主席 历史造就和选择了毛泽东 使他成为中国共产党 中国人民解放军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缔造者 成为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和中国人民的伟大领袖 1976年9月9日 在北京病逝 中年83岁 张国焘 1897年出生 建党后一直担任党的领导职务 1935年 在长征途中进行分裂党 分裂红军的活动 1938年4月 以纪扫黄帝林为由出逃叛党 脱靠国民党特务机关 被开除党籍 1979年12月 在加拿大多伦多一养老院病故 十年82岁 包惠僧 1894年出生 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后脱党 后在国民党政府任职 建国后任国务院参事 1979年7月在北京病逝 中年85岁 刘仁静 1902年出生 是参加一大年龄最小的代表 1929年 因参与组织托派活动 被开除打击 1950年 在北京师范大学任教 并在人民日报上 公开检查自己的历史错误 1986年任国务院参事 1987年8月5日 在北京不幸死于车祸 中年85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